我們看這一題 它問說下列關於等速率沿週運動的敘述何整錯誤 我們看A選項 等速率沿週運動的向心加速度與沿週半徑成反比 這個對 因為AC等於多少呢 R分之V平方 如果速率固定的話 AC跟R是成反比的 這個是對的 所以不要選 它是要選錯的 上看B選項 等速率沿週運動不是等速度運動 這個對 因為它速度在轉換 速度方向力在改變 所以它是變速度的 不是等速度 所以B是錯的 何者錯誤 它說不是 不是等速度運動 所以是對的 等速率沿週運動不是等速度運動 這是對的 上看C選項 不會一種加速度運動這個對 而且這個加速度方向一直改變 加速度方向指向連心 這個也對了 C選項是對的 上看D選項 轉動越快越省力 這是錯的 因為向心力等到上 等M 乘以R 文字V平方 你轉得越快越費力 你所需的向心力就要越大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D 3 4 4 6 6 6